马英九总统缩短过境洛杉矶的行程 原本排定要亲自拜会洛杉矶中华会馆和马市公所等行程 则由驻美代表金普聪和新上任的乔委会委员长陈士奎代为完成 昨天下午罗省中华会馆热烈迎接代表马英九总统的驻美代表金普聪等人 对于马总统不能亲自拜访 桥界领袖虽难掩失望 却也体恤国家需要 驻美代表金普聪也承诺 马总统下次如有机会一定亲自拜访中华会馆 乔委会委员长陈士奎则感谢中华会馆多年来对台湾的支持 总统支持我们中华民国 对我们整个乔社的发展 对我们侨胞的福祉 对我们的整个的团结 还有提升我们华人地位 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代表团还为马总统赠予中华会馆的匾额举行接匾仪式 而中华会馆主席也回赠代表团记录中华会馆成立120周年的历史纪念册 金普聪期望有马总统提字的匾额可以凝聚海外侨民的心 金普聪一行人和乔介代表随后前往临近的国父孙中山同像献花致役 接着再前往马市中心会拜访 同样获得热烈欢迎 金普聪一试 感谢观看